今天要跟大家講的是音階 那為什麼要學音階呢? 因為我們彈歌的時候要彈它的旋律 那在彈旋律之前我們要把音階跟歷史熟悉 這樣在彈旋律的時候才不會斷掉 那一開始我們先來了解一下 因為烏克麗麗是屬於有琴格的樂器 那會有一個一個的 那只要是 不管是一二三四旋 就是只要是第一格的 我們這邊就先用食指 一號手指頭來壓這邊 那我也要第二格用中指 第三格用無名指 在這邊 那首先呢 這個音階呢是C的音 C的音呢在第三旋的空格 所以這時候我們什麼都不用壓 然後我們撥一下 就是C 然後呢再來是D D在第三旋第二格 那所以我們要用中指拿出第二格 壓好你的通能符波 音就變高了喔 然後接下來呢是 E的音在第二旋的空格 什麼都不用壓喔 然後再來是F的音 F的話在第二旋第一格 壓第一格喔 用十支喔 好 再來是SO 就是G的音在第三格 然後再來是A的音 A的話在第一旋的空格 然後再來是B的音 在第二個 最後是C的音喔 然後呢 當你已經會從下面 彈到上面的時候啊 在你要練習的時候 你可以先用一個緩慢的速度 但是拍子要穩喔 然後從最低的音 彈到最高的音 像這樣子 也可以彈回去 如果覺得這樣太快的話 你可以再放更慢一點喔 像 那在彈音階的時候啊 我們來看一下我們的右手部分喔 右手部分 拨弦這邊啊 它有一些細節 那首先呢 如果說你可以留一點指甲的話 那聲音會比較清脆一點 那當然沒有指甲也是沒關係啦 那就是聲音會比較暖 比較悶一點 那在拨的時候啊 我們會讓拇指 我們就是用拇指這樣往下拨 譬如說 這樣 好 然後拨的時候呢 不要往外這樣勾 因為往外勾的時候 這時候你弦的震動 就變成這樣子了 那就很容易打到這個琴眼 產生 很凋動物的聲音 就是比較不好聽 那當你這樣往下 順順的往下拨的時候 你的弦的震動是這樣子的 它是聲音相對來講 比較柔和 比較好聽 好 所以說像 音階彈起來的話呢 就會像這樣子 就說往下 這樣子 這是這邊的細節喔 右手拇指的位置 要注意喔 那我們來看我們的 教材裡面啊 它會有一種譜 它上面有四條線 然後有些譜在上面會有數字 那這個叫四線譜 之前跟五線譜是不一樣的 它沒有那麼複雜 其實要道理很簡單 就是它的四條線 就對你的四條弦 然後呢 它在哪一條弦上面寫幾號 就是數字的話 就是叫你牙第幾格 譬如說如果它在第一弦上面 它寫一個二 那你就是 壓第二格 如果它寫的是零 在第一弦上 那你就是 什麼都不要壓 然後撥一下 這樣這樣 好這是四線譜很簡單的看法喔 那麼多人 我手也想像一下 你會在第一弦 你會在一旦 你會在第一弦上 你會在這效果 你會在一次 你會在第二弦上 那你會在一旦 都會在第二弦上 你會在第二弦上 你會在三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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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